索尼影业公司在最近遭到了大规模的黑客攻击 还有恐怖威胁 结果导致索尼最终是取消了 他们一部新电影的上映计划 这在美国是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今天我们在小夏看美国的栏目当中 美国之间记者龚小夏就要为您进行分析 欢迎你小夏 很高兴 是 我们知道这个消息引发了非常大的反应 我们先来看看在外交上面 我们知道美国国务卿克里 在星期一与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通了电话 特别针对索尼事件来向中国来寻求帮助 为什么在打击朝鲜的黑客上 中国是一个关键呢 很重要一点 朝鲜自己是没有互联网的基础设施的 所以朝鲜的网路是要走中国的 那么如果要追踪真是朝鲜的黑客的话 他们一定是在走中国的路 所以中国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是 有很多人说 实际上朝鲜封锁网路或攻击网路的能力 很大部分是来自中国 所以中国在这方面或许可以发挥一些作用 他们朝鲜有个什么叫特别小分队 从非常小的小孩子开始培养 所以他们有专业黑客 但他们没有这个基础设施 是 那我们也知道 这个美国国务院从一开始 比较低调的反应到后来升级说 这是国家安全事件 到现在寻求国际间的协助 可以说不断地在升高它的反应 美国方面对于朝鲜的这样的一种恐怖威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到底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奥巴马说吧 他要采取措施是按照我们的时间表 我们觉得合适的方式来做 所以目前说我们有制裁等等方式 但是这个逐步升级 因为美国国内呼声太高了 因为当时索尼 因为索尼说这个过程很有意思 为什么索尼在这么一个恐吓之下会取消呢 索尼并没有打算取消 所以当时说要放映 好 那么当然放映要各大电影院放映 可是这个消息传出来 各大电影院的老板不干了 对 纷纷躲避 对 我们要放的话 无论哪里出了个炸弹 我们要赔 也不是要索尼赔 所以他们不放 不放索尼又没有办法放 那么这个问题就反映了 美国安全的一个软肋 就是说你可以把白宫看得很严 你可以把国会看得很严 但是美国的大众场所 如果是被恐怖袭击的话 那是很难到处都有这么严的保卫的 所以美国就会意识到这一点 但是同时美国人也意识到 这个攻击不仅仅是对美国人的威胁 而是对美国真正实行的 就是说美国的立国基础 也就是宪法第一修正案 言论自由的攻击 这里很有意思 就是美国前议长金里奇 金里奇在索尼发出这个消息 说我们取消供应之后 就写了一个推特 很短一个推特 他说我们不要欺骗自己了 你看我们已经失去了第一场网络战争 他说朝鲜这个行动就是一种战争行动 那么这个话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应 你想想也是美国这么一个强大的国家 朝鲜那么一个小小的流氓国家 就是发出这么一个空洞的威胁 这是每一个恐怖组织都可能发出的威胁 而美国这么一个庞然大物 却在这个威胁之下 就是取消控制了他自己的言论自由 这是很严重的事件 是 但也有不少人提到一个关键的重点 就是说国际的舆论 经常对于这种金正恩的嘲讽 或者这种调侃 是可以说是非常多的 但是这一次这部电影 为何引发这么大的争议 那么甚至有人说 一开始美国本来想低调处理 是直到后来这个所谓的和平卫士 这样的一个朝鲜的黑客组织发出了说 有关911的这样类似的恐怖威胁以后 各界才开始重视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是不是也凸显了 美国人对于这个911的恐怖威胁 是非常非常的重视 也是非常的谨慎的 其实也不是 它是重视有两步 第一步呢 它黑客攻击了之后呢 就把所有这些 它的内部资料公布出来 结果发现一批电邮里头 那是索尼的高层 互相写的这个电邮 这个电邮里有一些 你知道私人电邮嘛 有一些非常不尽的话 比如说奥巴马 他们都是奥巴马的支持者 但是说奥巴马要来的 他要看什么电影呢 肯定都是那黑人电影 有会儿就说到一些大牌演员 比如这个Angela Julie 说他就是个非常惯坏的 特别没有什么才智的一个人 他说了很多这话都被公诸于众 还有他们的工资被公诸于众 所以这一下就引来了 非常大的争议 因为他都公布在那 很多媒体就去爬粪了 可以说是一路在看 有哪些东西谁说了什么 所以引起很大的争议 但是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很快又跟着出来 这个恐怖攻击的消息 这样一下索尼取消这个电影 马上在下一步就成为 美国是不是要对恐怖主义投降 就是要不要通过控制自己的言论 限制自己的言论自由 来减少恐怖威胁 所以这两点就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 是 确实 这个个人的言论自由 还有整个国家的安全 这两个一直是一个 相互在拔河的一个论点 我们非常感谢小夏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为我们所做的分析和介绍 那么观众朋友们 每个星期一 VOA卫视 我们都为您播出 小夏看美国栏目 带您一起来关心美国的政治 也请您锁定VOA卫视 同样的 您也可以登入 美国基因的中文网 来查询小夏的相关报道 还有我们的视频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VIOA卫视 VIOA卫视